晚上9點多 警車開在鬧區 沿路鳴笛 連窗5個紅燈還不夠 好幾次逆向超車 全為了幫一名單新女兒 心急如焚的父親開到 真的是10萬火機遠景 還沿路猛暗喇叭跟時間賽跑 因為一名7歲小妹妹已經沒有意識 全身癱軟在後方的白色休旅車上 終於最後在5分鐘後 順利護送小妹妹到醫院急診室 有感冒嗎 就是剛才發燒 要吃完那個感冒藥水 吃完大概10分鐘 就整個吐 整個都暈倒 原來當時小妹妹吃了感冒藥後 突然暈倒 父親開車載著她 要從台中太平道市區急診 剛好看到在執行路檢的員警們 上前請求幫忙 兩名員警一看 情況危急 也顧不得還有勤務再生 趕緊開著警車幫忙開到 因為當時天后有一點下雨 也不是很好 車輛有點多 所以我們在沿途闖了幾個紅燈 那就是希望趕快讓女童趕到醫院 及時接受救治 這趟救護路程原本要花20分鐘 經過員警開道相助 5分鐘就順利到醫院 女童父母紅著眼眶 感謝新好女童即時就醫保住一命 在廉價親網 我是函 台中報導 的